话说古时 在靠近京城的一个小县城中 有一个王财主 王财主虽说家财万贯 但是并没有为父不仁 相反他还喜欢帮助一些穷苦人家 这使得王财主在县城中的名气特别的高 众人都叫他王大善人 可王财主虽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但是西下没有一个子女 这让王财主感觉到特别的着急 平日之中 请遍了附近的名医 让名医为自己和妻子医治 可是郎中来了 都说他们二人的身体没有丝毫的异常 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子嗣 现在的王财主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对于子女不抱任何的希望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倒是来到了王财主的跟前 对王财主说道 如果你觉得你此生无依无靠的话 可以任养两个儿子 让他们好好地赡养你 或许有了两个儿子之后 能够让你拥有自己的儿子 王财主听完之后 瞪大了眼睛 对老道士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任养了两个儿子 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儿子了吗 说完之后 激动地看着老道士 老道士此时摇了摇头 缓缓地说道 我也不确定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也得有个人 伺候你的晚年不是吗 王财主失望地垂下了头 但是转过身 又对老道士说道 道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谢谢您的提点 老道士看到 王财主听懂了他的话 便缓缓地离开了 王财主的家中 再到后来 王财主遵从老道士所说的 任养了两个儿子 这两个孩子一个叫王德福 一个叫王德贵 由于王德福比王德贵大了两个月 王财主在平日之中 便会对王德福严厉一些 毕竟对于王财主来说 他觉得大儿子要承担起家里的重任 再说 王德福被收养的时候 已经五岁了 之前他一直在街边流浪 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每天都特别的可怜 根本不知道自己明天 还能不能活在世上 现在看到王财主 把自己给收养了 让自己过上了一世无忧 甚至其他人都羡慕的生活 对于王财主的严厉 要求也就不当一回事 若是碰到自己不懂的 还会对王财主询问一番 使得王财主 对王德福特别的喜欢 可每当王财主 看到王德贵之后 便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要知道 这王德贵和王德福 他们二人的性格完全相反 王德福喜欢听从王财主的话 觉得王财主说的是对的 可是王德贵呢 他觉得王财主在束缚他 管着他 一天天的就知道 到处瞎跑瞎玩 王财主刚刚看到王德贵这个表现 不由得怒上心头 拿过了家丁手里的鞭子 打算狠狠地抽打王德贵 可是王德贵看到王财主拿着鞭子过来了 便立马跑到了王财主跟前 抱住了王财主的大腿 对王财主说道 爹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打我好不好 我以后肯定会改掉的 求求你了 王财主每次看到 王德贵这副样子 都不忍心来打的 而王德贵 仿佛也尝到了甜头一般 每一次犯错都用这个招数 等到王财主走了之后 他还是以前那副样子 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使得王财主 对王德贵失望不已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 三年过去了 王德贵在这三年之内 已经变得越来越优秀 平日之中 还会帮助王财主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王德贵却越来越放肆 整天和一些狐朋狗友家伙下混 仅仅八岁的年纪 每天花钱大手大脚毫无节制 让王财主感觉到特别的伤心 认为王德贵就是一个 没心没肺的白眼狼 在这年冬天的时候 王财主的妻子却意外怀孕 这让王财主特别的高兴 他连忙吩咐府中的下人 要好好地照顾夫人 要是出了一点差错 就不用来了 下人们心中当然害怕 便尽心尽力地伺候着 王财主的妻子 生怕出一点差错 所幸的是 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妻子顺顺利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 王财主给他取名叫王继夜 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家业 把王家的生意进一步做大 于是自从这孩子生下之后 王财主对于王德宝 王德福就没有那么赏心了 毕竟自己的孩子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王德福来说 心中难受不已 因为王财主之前是最重视他的 家中出了什么事都会和他商量 有什么事也会让自己做 闲暇之余 还会教自己一些做生意的道理 让王德福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可是自从王继夜生下来之后 王财主就全心全意地教育王继夜去了 对于王德福有的时候都不闻不问 而对于王德福做错的事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会像以前一样狠狠地训他一顿 然后给他教应该怎么做 这让王德福不知不觉之中 慢慢地记恨起了王继夜 甚至有的时候 巴布的王继夜因意外去世 而王德财却觉得王继夜的出生 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因为王财主再也不会管着他了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玩了 因此对王继夜特别地感激 就这样 过了十五年的时间 王继夜已经十五岁了 在王财主的教育之下 王继夜越来越优秀 已经有了几分当家人的模样 而王财主却因为年纪大了 再加上疾病缠身 无法操劳过多的事情 便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王德福打理 而王家的生意 在王德福的操劳之下变得越来越好 这也使得王财主越来越信任王德福 这天 王德福高高兴兴地打算 和王财主汇报自己今天的业绩 可回到家中一看 王财主正和王继夜聊得正高兴呢 王德福摸了摸鼻子 咳嗽了一声 走到了王财主跟前 对王财主说道 父亲 我今天做成了一单生意 赚了五千两银子 这一单生意可比得上 我们一个月的收益了 说完之后 王德福便站在那里 等着王财主夸奖他 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财主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连句话都没有说 便又转过头和王继夜聊天去了 这可把王德福给气坏了 要知道 他为了这笔生意 整整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和对方转磨硬炮的 终于把这笔生意给牵下来 可是仅仅换回了 王财主不嫌不淡的一个点头 连句话都没有说 这和王德福预想的完全不同 王德福原本以为 王财主就算不夸奖他 也得微笑着拍开他的肩膀 或者怎么样 结果只是对他点了点头 于是 王德福就认为 王财主实在是太过偏心 王继夜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想出了一个恶毒的办法 半个月之后 王德福把一碗汤药 端到了王财主的跟前 对王财主说道 父亲 这是我从外地寻访到的一个方子 专制一些疑难杂症 你把这喝了 或许会让您的身体有所好转 王财主联盟接过了王德福递过来的碗 啪了一口气 对王德福说道 德福啊 你把碗先放在呢 我觉得吧 这些年你特别的辛苦 虽说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亲生儿子培养着 平日里我对你不够言笑 实际上是因为我怕你骄傲 要知道你的性子是容不得夸的 现在看着你越来越稳重 我觉得呀 特别的开心 王德福听后惊得目瞪口呆 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自从王继夜生下之后 王财主可从来没和王德福怎么说过话 王德福不尽些感动 喃喃地说道 父亲 其实您说的我都知道 但就是心里有些难受 不知道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您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说完之后 王德福便端起那碗要打算出去 这个时候 王财主叫住了王德福 又对王德福说道 我觉得呀 我的日子不长了 有可能就在这几天了 这次我把你叫过来 实际上是想对你说 要是我走了 你可要好好地对待你这两个弟弟 把他们当作自己家里人看待 知道了吗 尤其是继夜 你要好好地辅佐他 把家里的生意搞得更好 别让他们把家里的家业败光 知道了吗 王德福听到这里的时候 彻底地明白了 王财主为什么要对他说先前那些话 就是让他好好地对待他的两个弟弟 好好地扶走王继夜 挣更多更多的钱 让他们花 这颗把王德福给气坏了 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笑眯眯地把那碗要端到了王财主跟前 对王财主说道 父亲 您把这碗要给喝了吧 或许明天就能够好呢 说完之后 冷冷地笑了几声 王财主也没有怀疑王德福 便缓缓地把头探过去 喝下了王德福 递给王财主的汤药 王德福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便缓缓地退出了王财主的房间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第二天 只听见伺候王财主的丫鬟尖叫着 跑出了王财主的房间中 一边跑一边嘴中喊着 来着呢 快来着呢 老爷出事了 府中的人纷纷跑了出来 在王德福的带领之下 走进了王财主的房中 只见王财主微闭双眼 面带微笑 嘴角却有着一丝血迹 看起来十分诡异 王德福浑身哆嗦着 走进了王财主 用手探了探王财主的鼻息 猛地往后一退 嘴中喃喃说道 父亲 去世了 说完之后 便嚎啕大哭起来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纷纷脸色大变 顿时府中乱作了一团 王德福此时缓过了劲来 慢慢地坐起身子 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 不要再说话 随后 王德福忍着悲痛 对众人说道 父亲虽说去世了 但是我们得振作起来 不能因为父亲的去世 整个府中乱作一团 说完之后 王德福便安排好了种种事情 没过几天时间 便把王财主给安葬了 自从王财主去世之后 王德福便像往常一般 主管着府中的事物 由于没有了王财主的存在 王德福也可以在暗地里发展自己的左膀右臂 而王德贵和王继业由于没有了王财主的拐束 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 整日拿着府中的钱 和一些狐朋狗友瞎混 可俗话说得好 家不可一日无主 国不可一日无君 由于府中没有一个当家人 家中的生意日渐凋落 府里的人看到这个情况 面对众人提议 要选一个当家人出来 这个想法已经提出 就得到了府中人的支持 众人纷纷商量着 要让谁做当家人 众人都一口同声地 让王德福做府中的当家人 可是府中的长辈 都觉得不能让王德福做当家人 不管怎么说 王德福也不是王家的人 怎么能够继承家中的产业 所以纷纷让王继业当家做主 于是局面一时之间 僵了下来 双方各自一子 在当天晚上 府中举行了一个巨大的会议 只听王德福缓缓地说道 你们选择让王继业当家 我也不会反对 要是你们觉得 他能够主持家中 能够让咱们王家的产业 越做越大 说完之后 王德福便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听了沉默不语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们也知道 王继业实在不是当家做主的材料 踏了一口气之后 摇了摇头 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从门口缓缓地走进来两个人 是王继业和王德贵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一位老者 王德福看到这位老者之后 脸色大变 颤抖着嘴唇 对王继业和王德贵说道 你们两个带这位老者进来 所为何事 难不成他也是咱们府中的人吗 王德贵此时走到前面 继续对王德福说道 你以为父亲真的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吗 他很早就和我们说过了 你现在的野心太大了 总归是要害死他的 我们起初的时候还不太相信 因为在我们的眼中 你一直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守护着我们 我们一直特别尊敬你 说着说着 王德贵便哽咽了 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继业此时走上前继续对王德福说道 你可知道 在父亲去世的前天晚上 也就是你给父亲喂完药之后 父亲把我们两个叫了过去 对我们两个说 你把他给害了 但是希望我们两个不要记仇 毕竟是一家人 这是他自己犯的错 就应该由他来承担后果 说完之后 父亲微笑着 就这样去世了 你知道第二天我看到你惺惺作态的样子 有多想要杀你吗 可是我哪怕在调皮 我也始终听着父亲的话 你看看你 王德福听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之间打叫了起来 对王继业和王德贵说道 你们都是骗子 父亲怎么可能叫你们过去 大家不要被他骗了 此时的王德贵已经缓过来了 站起了身子 慢慢地靠近王德福 对王德福说道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装作一副顽固子弟的样子吗 因为父亲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和你争 不要和你抢 他要把家里的一大摊子都交给你 但是你太过骄傲了 要磨一磨你的性子 要学会忽视你 看起来我们好像整天去玩 去瞎闹 但实际上我们也在学习 也在进步 我们在学着该如何和人打交道 王德福完全不相信王德贵的话 他抱住了自己的头 蹲在了地上 嘴中喃喃说着 不可能 不可能 父亲怎么可能会想把这一大份家业交给我呢 他不可能这么做的 你们别骗我了 王继夜此时走到了王德福跟前 对王德福说道 那父亲临终之前是不是对你说 让你好好的把这家打理好 照顾好我们两个 王德福木然地点了点头 只听王继夜又说道 父亲如果不是对你给予厚望的话 又怎么可能把这么大的家业交给你呢 可是你觉得这是一个负担 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哎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王德福听到这里的时候 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 被王财主给收养回家 自己小的时候 对王财主是无比的尊敬 现在竟然杀死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突然之间 他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义 竟然就这样疯了 王德福大吼大叫地跑出了王家的门 此后 谁也没有再见过他 有的说他疯了 有的说他死了 而王家这一大摊子 在王继夜和王德贵的管理之下 慢慢地好了起来 不光是这样 比王德福和王财主在世的时候 还要好上许多 众人纷纷都说 王继夜和王德贵 就像是一对亲兄弟一般 让人无比地羡慕